其中有一例儿童和15岁的青少年 那么儿童的部分是八个月大的女婴 先天性泌尿系统疾病 在6月1号手术之后入住了加护病房 住院期间出现了心跳血氧跟氧气浓度下降 在6月2号死亡 诊断是细菌跟新冠病毒感染并发败血症 今天是有一位八个月大的一位女童女婴 那这位小朋友他本身是有先天性的泌尿系统的疾病 那有经过手术的一些处理 那这是在5月31号的时候因为有发烧 另外在这个手术灶口的这个部分呢 有出现胜漏 疑似是有感染的一个情形 所以安排入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 那在入院的时候5月31号的拆检 新冠的PCR就是阳性 那所以入住到这个隔离病室 以及也在这个隔天到这个负压的手术室去进行手术 那在6月1号手术完成之后呢 是入住到小朋友的这个新 就是儿童家户病房 继续观察治疗 不过在这个住院的期间呢 很遗憾就是出现了心跳血压跟氧气浓度都下降的一个情形 那诊断是有这个败血症的一个状况 经过急救无效呢 在6月2号的时候不幸过世 那整个这个病程的这个诊断呢 是有细菌以及新冠病毒 两种这种原因的合并感染呢 然后并发有败血症的一个情形 那目前整个儿童12岁以下的死亡人数 在这一波疫情里面是总继有16名 啊 好的